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大盤今天是拉回跌了19點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一個震盪壓回的格局 那我們看今天是跌了19點 大盤目前的K線 這一根黑K棒跌了171點 到目前為止 大盤還被他困在這根黑K棒之下 為什麼 你看這根171點的黑黑棒 經過了幾個假日到現在沒有突破 你看他們經過了7個假日 1 2 3 4 5 6 7 那我們看這7個假日有沒有突破這個黑黑棒的高點 沒有 還暫時沒辦法突破 所以我們說這個地方反壓依然存在 暫時只能說是一個整理格局 它大盤並不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態勢 操作上你必須很小心 那目前這個階段也是個股表現 所以你不要選錯股票 你選錯股票 你是賺不到錢的 那我們說這段期間裡面 最強的 盤面上最強的就是生計股 現在幾乎每一個分析師都在講生計股 沒有講生計股 受不到會 但生計股做得最好的很少 出一支水比較多 這是我到24號為止 今天已經5月7號 賺這檔股票 之前 這些生計股 四一六二一次請 已經賺307的 總共操作 1 2 3 4 5 6 7 8 8次 307 當然還沒有做完 那我也跟大家講 這段股票我繼續再操作 來 那我們到昨天為止 股價是308 那我們的會員已經賺了355了 做8次 已經賺355了 當然這筆還沒有賣掉 那今天把它做一個出場的動作了 今天出場當然就會從307再加上去了 昨天307嘛 那今天出場變成373 為什麼 又賺了66塊 今天是326出場的 我這筆是260買的 目前操作9筆 全勝沒有做錯任何筆 那目前賺373 那請問今天的志勤 股價是多少 今天志勤股價是330 股價330 一個缺口 兩個缺口 三個缺口 四個缺口 它往上跳了4個缺口 我們知道技術理論只有3個缺口 第一個 突破缺口 第二個 中繼缺口 第三個 捷徑缺口 技術理論並沒有第4個缺口 但志勤就拉了4個缺口了 哇 所以很多東西是已經過時了 不適用了 你再用技術理論來判斷已經錯了 懂意思嗎 那我們這輛股票 今天收盤330塊 那我們的會員已經賺了 373 我是從102人7月3號做到今天5月7號 這段期間我總共做了9筆 就是9筆 每一筆都贏 那問題就來了 那什麼地方該進場 什麼時候地方該出場 那怎麼可能一檔股票要賺得比股價還要高 那就一個了不起的事情了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個零成本操作的概念 那我們說今天330 那我賺373 那我把330拿出來 剩下 43塊把它放口袋 那這330是賺來的 那就不用成本了 所以將來志勤不管怎麼漲跌 這股票是沒有成本的 今天100塊就賺100 今天1000塊就賺1000 因為沒有成本了 所以你做股票如果可以做到這樣 了不起 高手的最高間諜是什麼 就是零成本操作 可是這個太難了啦 因為幾乎沒有一個人做得到 那很簡單嘛 有人做得到 那你就問他 今天志勤330 那請問你代會員賺了多少 他如果可以賺超過330 那當然就可以所謂零成本操作嘛 我們說讓強勢股進入零成本 這概念我想臺灣上沒有一個會講 也沒有人敢講 講也沒有用也做不到 除了張宇明 有沒有發現我跟別人好像不太一樣 來 讓強勢股進入零成本 怎麼可能做到 有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志勤就做到了嘛 對 那目前賺373 股價330 那你把330拿出來 43塊放口袋 那這330賺那不是零成本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高手最高境界是什麼 就透過一波一波一波的操作 那有人說張宇明你為什麼要做9次 為什麼一波爆到底 那一波爆到底就好啊 你幹嘛要做9次 第一個 我沒有跟阻力配合 所以什麼時候該出場 什麼時候要拉到哪裡 說真的 我沒辦法去啊 說啊 我一定知道這張股票要漲到500 漲到1000 我不知道 那我只能看到當時的態勢 會員的獲利到一個階段了 我先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那會員安心啊 還有陸續有新的會員進來啊 那你不能叫舊會員一直幫新會員 新會員一直幫舊會員抬交 他們也不爽啊 我們為什麼要幫人家抬交 所以到一個獲利到一個境界以後 有時候就算我抱得住 會員也抱不住啊 他結果我賺那麼多 為什麼不先跑一趟 那跑一趟可以的 我們再接嘛 沒有關係啊 再進場 所以我這樣超過了9次 我再講一遍 我不跟阻力配合的 所以這張股票要漲到哪裡 我沒有預設立場 漲到1000就做到1000 漲到2000就做到2000 我管它漲到哪裡 轉空我就不做了 甚至反手放空 所以我們高手是透過一波又一波的操作 讓手中的強勢股近乎零成本 不用錢的 買股票不用錢的 怎麼可能 當然可能啊 如果你會這樣做就是不用錢 錢才330啊 那如果你做9次可以賺373 那你把330拿出來 還有43塊放口袋 那請問這拿出來是賺的 那不是零成本嗎 這就是零成本啊 那零成本的股票你怕什麼 管它怎麼震盪 反正只要它不下市我就賺了 今天剩8塊我就賺8塊啊 今天股價100我就賺100 330我就賺330 股價只要500我就賺500 股價只要1000我就賺1000 我不怕啊 沒有成本有什麼好怕的對不對 所以這是最難的一個境界 這是最困難最困難的一個境界 也沒有一個人可以達到的境界 有啦 這樣已經達到了 不要說沒有一個人可以打 有啦 那我們說透過操作可以利以不敗之力 為什麼 零成本啊 我們剛剛講零成本 這個概念是非常非常高超的 這個理論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做不到嘛 很難做得到 那如果做到這樣 就是個零成本的操作 很了不起 那有一天做到這樣 就買股票不用錢了 你賺的拿出來 買當然不用錢了 好今天100塊的股票 我超過第一次賺10塊了 那我股票的成本就剩90了 第二次我又賺20塊 那成本10塊20塊就30塊 我成本剩下70塊 人家100塊買了 我還賺30塊啊 這30塊是我賺的 成本剩70 我做一次又賺了20 我成本剩50 你100塊再買賣股票50塊的成本 我試你了一半 我當然就贏你 怎麼跌我都贏你 跌到60我還賺10塊 你賠40我賺10塊 那怎麼做都贏 最高境界 買股票有一天 到零成本就是不用錢了 至請就這樣 來至請 這個禮拜台股第一牆叫至請 禮拜一漲停 11,197張 很多人不曉得 這11,100多張什麼意思啊 成交量才300多張 所以11,197張 那我們說如果每一個人 假設一個人排一張在排隊的話 那這11,197張 就比這個人還多 這個也沒有1萬個啊 這些人都排隊在買至請 哇這還沒有1萬個 後面還有喔 嚇死啦 怎麼這麼多人排隊要買他 當然一定有原因喔 待會兒再告訴你喔 禮拜又有9000多張鎖住 今天開盤還是漲停 只是打開了 連拉3根漲停盤 所以你說這個禮拜台股第一強 今天禮拜三 當然是至請 三天三根耶 沒有人比他強 都跳空 那我們看至請的格局是什麼 哦 原來三線翻多了 那請問翻多幾天了 在這裡248 今天330 哇 原來這是多頭格局有沒有 剛翻多而已 所以你看完這檔股票 投票 隨時都可以操作嗎 不是喔 那你報這一段也沒用 你報一個月還賠20塊 對 那你報兩個月搞不好還要回到 才賺5塊 那這一段好像稍微可以做 你做太久不行又掉下來了 所以你看完一檔股票 其實都很難操作 每一天的盤都很難操作了 不要說一檔股票 大盤也是一樣 隨時隨地都很難操作 對不會懂不懂的人 那每一天都很困難 所以有人說哇 8000點好害怕喔 怎麼操作 8000了 8500了哇 好害怕喔 8500點很害怕 現在快9000 哇 9000點了嚇死人 怎麼操作 不會做的人每天他都很恐懼 會做的人 好不好做 你自己看好不好做 超級難做 怎麼會這樣 天啊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看完這種股票 如果這樣有一天大盤繼續這樣走 或是你買了股票這樣走 你一定賺不到錢 但張以民竟然可以賺到 而且操作9次還全上 這是太神奇了 有些張以民操作實在是 有點出神入化 出神入化 出神入化 那其實很簡單 沒有什麼 看這個答案就在這裡 為什麼這裡不能做 反正要這麼重啊 當然要壓回來 為什麼這一段漲不多 很簡單 我做的是這一段做一次 這一段又做一次 這兩次 之前是7次之前做的 所以我們看到之前 你會覺得張以民太神奇了 怎麼可以一檔股票 賺那麼多錢 賺到嚇死人 對不對 當然很多人來請教我 那生技股到底要怎麼做 我在這邊 我不但願意講這個內容 那我就講快一點 你聽清楚 沒聽到就算了 我不講太久 講大家都知道 以後不會做的人都跟我 也慢慢都跟我跟上我 那我有困擾 最好他們離我越遠越好 他們都做不會 我只有會做 那最好我來幫助我的會員 那很多人說生技股到底要怎麼做 注意看 秀一下馬上收起來 好來 生技股的操作 不是去研究他的產品是什麼 而是比較誰 比較會看線型 我不再講了 技巧要收起來了 要是不要人家知道了 我再講一遍 用嘴巴起來 不是去研究他什麼產品 有人說志勤做什麼產品 那基也要做什麼產品 陳德要做什麼 他做甘癌 他做什麼一臟癌 大堆 你研究那個有什麼用 你研究那個沒有用啊 為什麼研究那個沒有用 來 這是新藥開發的一個流程 他總共分為三個時程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總共時間大概要十年到十二年 第一階段 有沒有要花多久 第一階段 五千到一千人去篩選 反正很困難就對了 這是FDA 美國FDA的一個流程 到最後FDA才核准你 也就是他經過三個流程 第二階段是怎麼樣 健康者測試者 他二十個到八十個要什麼條件什麼條件 第三階段 要一千個到五千個病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長達時間幾年的一個測試 沒有副作用等等等等等等 一弄完十到十二年了 總統 問題很多生技公司 股本都很小 那不是晶圓廠 台積電三千例有沒有 他可能五億 那很多公司撐不到那時候 根本撐不到十年到十二年就倒了 他心力要也沒有用 懂意思嗎 他通過第一期又代表什麼 代表能通過第二期嗎 不一定啊 萬一第一期過第二期沒有過 這家公司搞不好就掛了 萬一第一期過第二期過第三期沒有過 搞不好也是掛了 你只要沒有過就是沒有過 你花十年又怎麼樣 沒有意義啊 懂意思嗎 所以你去研究他做什麼 他做肝癌他做胰臟癌他做什麼什麼 他做糖尿病的什麼什麼 又怎麼樣 那個沒有用 不一定會過啦 懂意思嗎 通不過就是零 通不過這時候投資就是浪費掉了 通過要多久 十到十二年 美國FDA沒有核准 很有限 懂意思嗎 美國FDA就是指標 美國的衛生事物管理局 藥物管理局就是指標 你沒辦法通過他 你要賣到別的國家 可能都很困難 你的藥是不確定的 你沒有經過一定的 這個實驗一定的規範 你看他每一項都很嚴格 通過一千個到五千個病患做臨床試驗 不可以有任何副作用 有沒有 一搞就十到十二年 我說很多公司根本撐不到五年就倒了 所以你現在研究他 他有什麼癌這什麼癌又怎麼樣 有一天就倒了 所以生計股不是看那個 你看那個你就搞錯了 懂意思嗎 看什麼 我剛才講過我不講 來 操作生計股一定要有專領帶你做 為什麼 很重要 因為在新調取得藥證之前 我剛才講就是十到十二年 FDA認證之前 他有沒有競爭者會搶得先機 如果有就完了 人家先出來你就來不及了對不對 是不是說你申請別人就等你都不能做 玩你十二年沒有過人家 這十二年都不要動嘛不可能 他隨時都有競爭者來加入人 那如果有人動作比你快 搞不好第三階段 這家沒核准這家核准 那你就完了 你的商機可能就剩下很少很少了 所以你必須注意到這個問題 懂意思嗎 但是你不一定會知道 當有一天 你看到一個好消息出來 有啊 事情就有了 5月2號好消息了有沒有 哇這個事情怎麼樣怎麼樣 獲得個7500萬的這個里程金 美金的里程金 EPS貢獻將近23塊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出來 對不起啦 啵啵啵啵啵啵 連拉三根漲停板 第一天就一根鎖住一萬多張了 你買都買不到啦 懂意思嗎 當你看到的時候已經漲停打開了啦 來第一根啦第一根啦 看第一根 有啊 5月2號公布了 5月2號就啵 有沒有5月2號就漲停了 好這根就拉上來 一萬一千多張 你根本買不到了 有沒有多少人在排隊 一萬一千九百多人在排隊 你買得到嗎 你買不到啊 那沒有通過之前 也有可能完全不會通過 我剛講第一期過 第二期過第三期沒有過 還是掛掉啊 所以你去研究吸尿 研究它做什麼有什麼意義 沒有用啊 當你看到新聞的時候 有啊你看到了 來不及嗎 來絕對來不及 因為每天漲停板你根本就買不到 對不對 你怎麼買 每天跳空你怎麼買 不不不不不不 連他四根停板 你怎麼買 現在市場認不認同生計股 很認同 超級認同 為什麼 發基金了嘛 哇燒啊 很燒 每個都認同 每個投資人都認同 想要拿一些零用錢 去買這個生計基金 想要來賺這個生計股的錢 當全市場都想要賺生計股的錢的時候 來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賺到翻了 賺到翻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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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過那種意思嗎 股價 昨天308 我們已經賺355了 到今天 漲停板又多一支 又多一支 今天市場又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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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賺373 看到沒有 當你看到這個報紙消息 不錯喔 我能買個生計基金 看看怎麼樣 對不對 搞不好生計基金不錯 可以賺到一點錢 當你看到的時候 你想花錢來買的時候 基金成立要募集 然後要正式達成的額度 然後開始成立 然後開始開會進場買這個基金 又一個月了 一個月搞不好生計股 開始大回大 所以很多人說為什麼生計股 為什麼基金買了 基金買了就賠錢 有啊 你就看人家賺大錢 你就想要來買了 對 弄好進場 股價高點到了 當你看到很熱很熱的時候 我們賺這麼多 賺比股價還多了 你做得贏我們的會員嗎 你告訴我 你做得贏嗎 那你生計股的操作理念是什麼 你搞不好是錯的 你還在看它的獲利 看它的財報 當你看到的時候 股價漲翻天了 你根本就買不到了 當你看到好消息的時候 我們已經賺這麼多了 你看到好消息的時候 有啊 有人說之前有沒有好消息 當然有好消息啊 只是你也不敢買了 你也買不到了 對不對 有沒有好消息 當然有啊 你買得到嗎 連他四根漲停 當你看到好消息的時候 你買得到的時候 我們已經賺這麼多了 你開進場而已喔 我們已經賺這麼多了 賺比股價還多了 你做得贏我們的會員嗎 那做不贏你的股票上 你覺得你是贏還輸 你最後一定是輸家的嘛 懂意思嗎 雖然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 奇怪股票怎麼這麼難做 買基金怎麼都不會贏 你知道生計股的技巧看什麼嗎 那怎麼樣才會贏 那怎麼樣才會贏 不是去研究他產品是什麼 是比較誰會看現行啊 看什麼人比較厲害 誰比較會看啊 那用什麼證明誰比較會看 獲利啊 獲利永遠是檢驗投資的唯一標準 這個就是檢驗的標準 懂意思嗎 來 切記只有現行走出來的故事才是真的 懂意思嗎 來 如果你看到真本事買到強勢股賺到錢 那麼下一次你也有同樣的機會買得到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段廣告再回到現場 像成功者一樣思考 像成功者一樣品味生活 雙河唯一溫泉制鎮鋼石地標 一元一願一溫泉 雙河一品願 22469588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支付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庫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惡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最記憶啊 相用記憶啊 五分鐘 好 歡迎來到現場 至請基亞是目前盤面上最強的股票 也是我們會員賺最多的股票 來我們看一下 至請哇 天啊連拉四根漲停 台股第一強 至請基亞 至請 今天股價330 哇天啊 賺373 股價330我們賺373 從去年7月3號到今天5月7號 我們賺了373 今天出一筆賺66塊 總共操作9筆全勝 沒有做錯任何一筆 好來 股價才330 天啊怎麼可以賺的比股價還多 太神奇了 走這邊 那很多人看到事情 你不敢下手 你絕對不敢買 為什麼 來 很多人買股票會這樣 第一季乘以4 叫一年對不對 如果把單季獲利乘以4 就可以來判斷股票的買賣 那麼股票市場不會有人輸了 不可能 你是不是到現在還是這樣 第一季賺1塊 那一年就賺4塊 把第一季獲利乘以4 叫做全年的獲利 用這樣的判斷股票的買賣 如果這樣的話 沒有會輸啦 懂意思嗎 成長股標股的判斷 絕對不是加減乘數算出來的 我每一張字卡都請你把它記起來 有一天你會體會到他的用意 來 你剛剛自行這種獲利你敢買嗎 怎麼每個都賠錢 沒有一季賺錢的 你怎麼賣怎麼承銀 你怎麼買你告訴我 沒有一季賺錢的 每一季都賠錢 問題等一下就這樣標啊 對不對 你們看傻眼了 很多資料很多指標 你看得到別人看得到 賺錢很困難啊 懂意思嗎 我再講一遍 很多資料指標你看得到別人看得到 賺錢很困難 股神系統看到市場看不到的 唉唷 那賺錢就變得比較容易了 你又問說 張愛明那你之前賺那麼多 你看到什麼 這是我7月12號 7月12號看到這個 唉唷 這麼多買進訊號 有沒有 後來就不是從190了 唉唷 268在這裡 我看到了嘛 這裡 有沒有 190後來到268 所以說股票錢怎麼賺 就這樣賺了 當然你會說張愛明 這張沒有人拿得出來 你不要看一下 這張沒有人拿得出來 7月12號 去年7月12號 真的當時有講嗎 5秒鐘 從沒帶5秒 請你不要眨眼睛 5秒鐘 來打不請 販多股票有啊 一定有 賺錢 哇天啊 這這麼多支撐在這裡 有沒有講 有啊 不然怎麼賺這一段 190 唉唷 後來呢268 天啊 所以有人說張愛明你股票錢怎麼賺 就這樣賺了 最近年代四根漲停板 你看這張圖這麼長 六個月我只有這邊一次 這邊一次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好了 兩次就夠了 373 股票一張錢是不是這麼難賺 不會啊 但是還很有技巧 懂意思嗎 來姬亞 姬亞 哦呦 姬亞你可以找到這張圖嗎 三列十四 為什麼這張圖很重要 今天有漲停板了 今天在哪裡 今天四四三了 天啊 四四三了 三列十四在這裡 這裡的重播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嗎 在這裡 3S4 來 導播請進重播袋 以大腿買軍訊號出現 未來會怎麼樣 大家一起來看啊 反正我到時候放重播袋給你看 然後我把這段股票會打開給你看 你不要說 可惜又沒買 你是不是覺得很可惜又沒買 就在這裡 3S4 今天在這裡嗎 不是喔 你看這裡 就這裡啊 在這裡講的 今天到這裡了 你問我張惠銘賺多少 168 沒有很多啦 我沒有很了不起 9次全勝而已 所以很多人說機會到底有沒有 這個不是機會是什麼 這3月份到現在5月而已 這一個多月而已 這不是機會是什麼 很多人說行情很難做 但是你不會做啊 你會做 3月14到今天不到兩個月一個半月而已 已經做9次168了 困難嗎 不困難 真的要很有技巧跟勇氣跟膽量 對不對 跟專業對不對 最好有股神系統 來 天啊 這什麼股票 1根 2根 3根 這麼強的股票 為什麼會這樣噴 這邊為什麼都不會噴 當然不會噴 又沒有販多 當然這裡販多 蠻幸好出現的噴啊 那你會講說 張惠銘你剛剛低根的時候有講嗎 有進場嗎 來 我們請進 從不帶 打不請 那我今天買的 這一段半年我不買 來 開始買 盤整完跳空 喔 跳空又長空喔 這後面還有高點可期喔 我今天買的 有沒有跟你講我今天買的 這檔股票就是這個啊 就是勇信啊 有沒有 今天不是1根喔 已經3根喔 有沒有 啵啵啵啵啵啵 哇 好強喔 有沒有 節目時間快到了喔 來 有些強勢股 盤整股 轉強 你看得懂 看得懂就是暴力 所以剛剛講的三檔股票 志勤 基亞 永信 三檔你看得懂 光志勤跟基亞就超過500了 500喔 一塊錢代表1000喔 很多一張股票沒賺過1萬 1萬就10塊喔 我已經賺500了 還沒算永信好了 哎唷 原來是這個道理 我這邊喔 強勢股轉弱 看不到就災難 來 去年 跌最多的股票 76% 高檔轉空你看不懂 完了 76%不見 那怎麼判斷高檔轉空 一樣位置喔 來 哎唷 很多賣出訊號啊 就轉空啦 特寫來 有沒有 1 2 3 反壓出現了 你不跑後面就完蛋了 斷頭了 在這邊喔 股票真的不難 隨時都有機會 這個機會很簡單 就等著你 你也覺得沒機會啊 基亞 3月14到現在多久 不到兩個月啊 我們已經賺168了 這兩個月真的很難說 我們怎麼可以賺這麼多 頭這邊喔 技巧嘛 專業嘛 對不對 要享受操盤樂趣的 請你帶股神系統回家 你沒有空 資金不會比較大 我帶你操就可以吧 電話打通就可以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詳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 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大於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